我把舊部落的位置 跟地磁敏感带的地图 去做一个比对 舊部落的位置 跟地磁敏感带 刚好都避开的 我们也用手机开发了 八个不同的灾害特征的图示 主人可以在第一个时间 一起用手机定位灾害的位置 主主被传下来 有原住民的智慧 用科学的语言把它对一对 你会发现说两件事情 根本是没有冲突的 每周六晚间十点 一起深度看见台湾 任世难道 感谢观看